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语文原第六 我们先来看一下字词句的运用 连一连 那这个连一连的内容呢 就是让我们根据这个小花栏里面的字呢 来给其他的小苹果里的字进行分类 我们先来看一下小花栏里的字 它们有什么样的特点 第一个小花栏里面是哪个字呢 是这个花字 对不对 这个花字它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连的是星 那这两个字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们都是上下结构的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第一个小花栏里的字呢 就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小花栏里面 这个字呢 是一个青 那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字呢 它连的这个地字又是一个什么结构的字呢 我们知道了 它们都是左右结构的字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小花栏里面连的呢 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那我们根据这些规则呢 把剩下的小苹果分别放到不同的小花栏里面去 那来看一看这个花字呢 可以是分成上下两个部分 第一个小花栏呢 就放的是上下结构的字 而第二个小花栏呢 就是左右结构的字 这是一道有关生字结构的联系题 这些字呢 可以分为上下结构 可以分为左右结构 我们要根据字的不同的结构 把它放到不同的小花栏里面去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这个上下结构的 除了给了我们提示当中的星以外 还有什么呢 有这个支 一支两支的支 还有这个颜色的色 以及尘土的尘 这些都是上下结构的字 而这个明天的明 叶子的叶 刀坝的坝 以及土地的地 这些字呢 都是左右结构的字 要放到青这个小花栏里面去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读一读 背一背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些内容 前后左右 东西南北 早晨起来面向太阳 前面是东 后面是西 左面是北 右面是南 这个前后左右 东西南北 这是表示什么的词啊 表示方位的词 对不对 我们要记住 这些表示方位的词 前后左右 东西南北 那前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身体的前面 对应的就是前 而你身体的后面呢 对应的就是后 你的左手一侧呢 对应的就是左 右手一侧呢 对应的就是右 那这个东南西北呢 我们就要根据你所处的当时的一个地理环境 来确定它的东南西北 那有一个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呢 就可以参考天上的太阳 早晨起来面向太阳 前面是东 后面是西 左面是北 右面是南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这里涉及到一个地理小知识 早晨起来面向太阳 太阳是从哪边升起来的呀 从东边升起来的 所以呢 早上太阳一定是在东边的 而它晚上呢 是从西边落下的 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才能够正确的去判断它的方向和方位 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面向太阳 也就是说 你面向东方 那你的前面呢 就是东 后面呢 就是西 左面呢 就是北 右面呢 就是南了 一定要知道 你面向太阳的时候 是早晨中午 还是晚上呢 以北半球 我们北方 中国为例 早上的时候 太阳在东边 中午的时候 太阳在南边 傍晚 下午的时候呢 太阳是在西边的 所以不同的时间 你面向的太阳的方位不一样 那你判断方向的方法呢 也就不一样了 好 那这道题呢 是一首辨别方向的儿歌 要求我们能够正确的朗读 并背诵 把它背下来 可以帮助我们 靠太阳来辨别方向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展示台当中的内容 展示台当中呢 一共有几幅图 这几幅图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一幅图当中 这是在哪啊 这个场景是一个公交站牌的场景 对不对 这个公交站牌告诉了我们 这一站是什么站呢 是人民路站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公交站牌上的文字 来认识汉字 我们就认识了人民路 那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汉字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 这幅图当中画的是什么 是电影院的一个招牌 对不对 上面的这三个字呢 就是电影院 我们看到这个呢 就知道这里面是电影院了 我们可以利用它来认识电影院这三个字 那再接着往后看 这是卫生院 我们看到卫生院呢 就知道了上面写的这个三个字呢 就是卫生院 那我们就认识了卫生院这三个字 再来看一看 这个是学校门口的小卖部 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是小卖部 看到它招牌上的这三个字呢 就认识了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叫做小卖部 那再接着往后看 还可以在哪些地方来认识汉字呢 比如说报刊亭 我们每次去报刊亭买报纸的时候 知道这个地方是报刊亭 那看到它上面的牌子呢 我们就知道了 牌子上的这三个字写的就是报刊亭 那我们就认识了报刊亭这三个字 好 那这就是我们在路上认识的这些字 那在路上能够认识这些字 还能够认识其他的字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叫做联系生活实际来使字的方法 比如说在城市的马路上 都有一个这条马路的名字 我们可以来看这些牌子 来认识生字 也可以看这些地标性的建筑名称 或者是城市各单位的名称 来认识汉字 可以联系我们的生活实际 把这些字都给认识了 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 可以怎么办呢 问一问你身边的大人 你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或者是把它悄悄的记下来 回家查一查 字典 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日积月累 这个日积月累呢 还是一首古诗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古朗月形 节选 唐 李白 小时 不时月 忽作 白玉盘 又宜摇台镜 飞在 青云端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朗月形呢 它是古月府的一个标题 那李白借用这个标题写的这首诗呢 李白就给他取名为古朗月形 那看一看 他的作者是唐代诗人李白 非常有名的 被称为诗仙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李白的相关文长 李白自太白好清廉居士 他是我国文学史上 继屈原之后 又以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素有诗仙之称 和杜甫其名 诗称李度 那李白呢 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 对应的这个杜甫呢 和他不一样 杜甫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 一定要注意区分号 这两点 李白是被称为诗仙 杜甫呢 是被称为诗圣 他们两个的称号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而提到的这个屈原呢 是我国古代的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 浪漫主义之风是由屈原开始的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首诗当中的内容 小时不时月 小时呢 表示的就是小的时候 不时月不认识月亮 呼作白玉盘 呼表示的就是叫的意思 叫作白玉盘 也就是说呢 他把这个月亮叫作了白玉盘 什么是白玉盘呢 指的就是晶莹剔透的白盘子 注意这个字的读音 读的是医生 踢 晶莹 剔透 又宜 摇台镜 又宜 宜表示的就是怀宜 又怀宜 它是什么呢 摇台镜 摇台啊就是传说当中 神仙居住的地方 又怀疑它是摇台的镜子 飞在青云端 那青云呢 比喻的就是比较高的地位 在这里呢指的就是青天 飞在青云端 端呢就是头 也就是说它飞在青天之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完整的意思 就是说小的时候我不认识月亮 把它叫做白玉盘 又怀疑它是摇台仙境的镜子 飞在青天之上 那这首诗呢就是通过写李白 小的时候 它由于不认识月亮 借助想象和神话传说呢 把它称作白玉盘和摇台镜 表现了作者在儿童时代 对月亮的一个幼稚而美好的认识 那通过这首诗呢 我们要积累两个词语 以后见到这两个词语的时候 要知道它们指的是月亮 第一个就是这个白玉盘 第二个呢就是摇台性 其实关于月亮的美称呢 还有很多 我们以后会慢慢的学到 现在呢 我们只需要先把这两个美称 给它积累下来就可以了 古浪月形这四句只是一个节选 有兴趣的小朋友们呢 可以背一背整首的古浪月形 内容很多 但是呢 写的诗的内容是非常的优美的 好 诗人运用了一个丰富的想象 描绘了对月亮形状的一个美妙 和与月光的皎洁的可爱 表达的是作者对月亮的一种喜爱之情 月亮的形状像是一个白玉盘子 是什么样子的呀 圆圆的 对不对 而且呢 白玉盘写出来的它是圆的 白色的 说明此时 它写的月亮是满月 满月的时候 月亮才是圆圆的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和大人一起读的环节 谁会飞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谁会飞 鸟会飞 鸟儿怎样飞 扇扇翅膀 去又回 谁会跑 马会跑 马儿怎样跑 四脚腾空 养听叫 谁会游 鱼会游 鱼儿怎样游 摇摇尾巴 摆摆头 特别有意思的一首小诗 题目叫做谁会飞 但是呢 它不仅仅介绍了会飞的动物 还介绍了会跑的动物和会游的动物 对不对 告诉了我们谁会飞呀 鸟儿会飞 它是怎样飞的呢 是扇扇翅膀飞的 介绍了鸟儿飞翔 那还会介绍了谁呢 马 这个马它会怎么样啊 会嘎当嘎当的跑 对不对 那它是怎样跑的呢 四脚腾空的 跑的 介绍了马 奔跑时候的样子 还介绍了谁呢 介绍了鱼 鱼它会怎样运动啊 游 对不对 游来游去的 怎样游呢 摇摇尾巴 摆摆头 摇着尾巴去 游的 像我们介绍了三种不同的小动物 它们不同的一个运动状态 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可以借助拼音来读 自己试着读一遍 等到有不认识的字的时候呢 借助拼音来认读 然后还可以和大人一起读 大人读一句 我们自己来读一句 如果读不好整句话呢 可以让大人呢 按照从字到词 从短语到句子的顺序 来带着我们一起读 最后呢 达到一个可以很顺利 很流利的把它 读下来的程度 还可以一边讲述 一边表演着去读 和大人一起演一演 来感受这些小动物们的可爱 比如说可以模拟一下 鸟儿飞的样子 模拟一下马儿跑的样子 模拟一下鱼儿游的样子 等等 然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首儿歌主要讲了什么呢 主要是向我们介绍了三种小动物 对不对 通过问答的形式 讲述了三种小动物的一个生活方式 介绍了它们是怎样运动的 鸟儿是飞的 马儿是跑的 鱼儿是游的 那它们是怎样具体运动的呢 鸟飞的时候是扇扇翅膀 去又回 马儿跑的时候呢 是四脚腾空 仰天叫 这个鱼儿游的时候呢 是摇摇尾巴 摆摆头的 非常的生动形象 栩栩如生 表达了作者对小动物的一种喜爱之情 一定要体会这样的思想感情 好 读了这首儿歌 你有什么收获呢 你知道了什么呢 你又了解了什么呢 知道了什么呀 知道了这些小动物 它们是怎样运动的 怎样生活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利用它具饰和结构的特点 来写一写 其他的小动物 它们是怎样生活的 怎样运动的 比如说可以写兔子 它跳的 怎么写呢 谁会跳 兔会跳 兔儿怎样跳 前脚一伸 后脚翘 还可以写一写 虫子爬的情景 说 谁会爬 虫会爬 虫儿怎样爬 许多只脚 慢慢滑 写出了它们不同的运动形式 写出了它们不同的生活的方式 好 那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 谢谢同学们观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拜拜